台南市觀光學會在10.5年一月開始 向昆山國際學校做教室 辦理餐飲這項婚園 背後既然臨載 但學校今年一 教育部無同意作用 客戶無後 要求他們在美女二月一直正前叛離開 觀光學會標示 當初是跟昆山國際學校簽訂十五檔的學友 但現在學校一方民國跟他們收助金 一方民國關營走 分開標示 騙他哪有這種人 他是千十五年的合約 目前 我還有九年的合約 他連半季 補償的 延遲都沒有 就直接叫我們搬走 天下有這種人嗎 台南市觀光學會七里亞全農學校 郵北報條抗議 要求學校出名說明 昆山國際學校 違約 大欺小 土利 財團 昆山國際學校 無城無心的學校 如何 教育 下一代 對處 好好標示 一切由律師 台位回應 大律師 請教一下 現在新團隊就是不願意蓋瓜承受 舊團隊當時候的 那些承諾的那個 簽約同意的內容 是不是 也不能夠怎麼說 因為 他們把這些資料拿給我看 我看完以後 我給他們的意見是 這個G&A還沒有生效 那既然G&A沒有生效的話 為什麼 每個月的八萬也在收 然後現在又漲到八萬四了 還在繼續收 收 收錢不一定叫做租金 就像我們 佔用國有財產的土地 佔用國有財產的土地 但是他要給你收藏金 使用費 所以我們是用這個概念來收的 所以你們是以使用費嗎 名義是什麼 那你的名義是什麼 這個會用的名義啊 會用的名義這個 我是 如果要從法律上來說 應該就要不當得利的補償金 可是你的同意書寫的是租任的 我就說嘛 那個主要是有問題的 那主要有問題 當時候是雙方合一簽了約 但是你要經過 國教署的核准啊 所以你們從頭到尾就是因為國教署不同意你們的 這一份同意書的內容 所以才沒有主約跟戶約出來嘛 對不對 因為國教署沒有同意出來 這個契約還沒有生效 台南市觀光學會理事長的優異風標是 離空一四年看到當時 昆山中學發生危機 為它做學校度過難關 當時也希望讓這份的學員 有更好的學習環境 所以跟昆山簽訂 十五年的中學台修容 祖林董儀書 上載的校風近年驚來 純正信函 無聲林董時 相風所簽訂的 中學台修容 祖林董儀書 要求他們盤離開 實在讓人沒辦法接受 台南新聞江秀偉 蔡宏伯德